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slow Hi 大家好 我是小巫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 One item 7 looks 是今天我身上的這一件 圓領的黑色毛衣 那這一件的話 大家應該從高中的時候 衣櫃裡 應該就會有一件這個 黑色園領的 柏的這個真織毛衣 那主要會想跟大家介紹這一件 原因是因為 這件毛衣常會給人一種 好像在銀行上班 銀行行員的感覺 但其實 就是你要丟掉 又會覺得說 其實這件黑色很 十搭啊 而且天氣冷啊 可以內搭啊 或是當一般 毛衣穿都是非常實大 但就是 好像就是沒有那麼有流行或時尚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就要試著用 這件毛衣呢 跟大家一起來搭配 七種不同的造型 那會是希望可以讓這件毛衣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的無聊 然後讓它 就是徹底的從你的衣櫃裡拿出來 開始穿它吧 首先就是今天的第一套造型 第一套造型呢 我搭配是一件 一件粉紅色的機車的外套 然後加上一件 就是格紋的老爺褲 這樣子 格紋跟 就是這一件毛衣還是蠻搭的 就是格紋的老爺褲 然後下半身我搭配是一雙 白色的皮鞋 對 這就是我今天的第一套造型 那之所以我覺得黑色毛衣的穿搭重點就是 因為它本人不可能是重點 它就是一個很平淡的單品 所以你就是可以用一些其他 比較亮色系的單品來做搭配 那它就是當作一個內搭的成分這樣子 好的 這就是我今天的第一個look 接下來就是我今天 黑色圓頂毛衣的第二個look 那首先呢 這一件毛衣 我一樣是幫它搭配了一個格紋的下半身 就是一個格紋的短裙褲裙這樣子 然後上半身呢 我幫它搭配一個比較帥氣的這種皮夾克 對 就是機車夾克式的皮夾克 然後呢 因為皮夾克是黑的嘛 雖然它有一點光澤 可是怕它就是整個上半身很黑氣麻烏的 所以我就是把它搭配了一個長的這個金色項鍊 搭一個短的金色項鍊 就是讓它有一點亮點 或是你可以搭配其他的管路圍巾啊或項鍊都可以這樣子 那下半身的話 因為是短裙嘛 所以我就幫它搭配了一個 配合這種機車夾克帥性的感覺 我幫它搭配了一個黑色的過膝長靴 那這就是我今天黑色圓頂毛衣的第二個look 接下來呢 是我今天黑色圓頂毛衣的第三個look 那首先呢 一樣格紋再次登場 我覺得格紋真的跟黑色非常的大 因為格紋就是它有黑白 通常都是黑白格紋嘛 它就有黑色的走線 可以就是跟黑色的衣服搭配 再來就是 因為黑白格紋它反應出來 大面積就是一個灰色或是比較偏白色米色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就是蠻適合像這種搭黑色毛衣這種內搭 它蠻適合作為一個pop up color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就是格紋就是黑色圓頂毛衣的好朋友 好的 所以這一套衣服就是一個黑色格紋的一個比較中性的襯衫 Oversize一點的不是襯衫 叫做西裝外套 然後加上我的 配上一個就是簡單的淺色的枝筒的這個牛仔褲 那一樣 因為上半身就是有比較黑色 怕會太暗淡 所以我配了一個就是小的一個項鍊跟一個就是金色扣子的皮帶這樣子 那會看起來比較俐落 那下半身的話呢 我配的是一個就是漆皮亮麵的黑色平底鞋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傳搭 就是不管是週末出去啊 或是一般上班都可以穿 比較Cadual的上班如果公司沒有這麼正式的服裝要求的話 基本上穿起來還是不會顯得 就是不會有那種很太隨心太隨意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有西裝外套成長 OK 好的 那這就是我今天黑色圓頂毛衣的第三套look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今天黑色圓頂毛衣的第四的look 那這一套的搭配呢 主要的重點就是擺在這一個 今年很流行的 去年還在流行中的爆紋長裙 然後呢 搭配這個黑色的就是機車外套 皮衣外套這樣子 那因為爆紋長裙本身就是已經蠻突出的 就是它是整套衣服的重點 所以我其他的東西就盡量簡單 就是黑色配黑色外套 我也沒有再額外搭配一些飾品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搭配一個中... 中...長... 對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帥性 然後上班可以穿 那約會的話我覺得穿這樣也是非常的... 就是會覺得這個女生很有個性 但是還是因為裙子嘛 就是會有一點柔美 然後小小我覺得性感感覺 因為裙子有一點太差 但是又沒有很多 對... 好了 這就是今天我們黑色圓頂毛衣的第四個look 好 接下來是今天黑色圓頂毛衣的第五個look 那這一套look呢 我就是不再搭配外套了 我主要裡面搭配了一個高領的紅色 就是一樣是一個比較... 呃...pop up color的一個襯衫這樣子 然後呢 配上我這個黑色的圓頂毛衣 那下半身的話呢 就是每個... 好像每支video都有出現的... 黑色... sorry 黑色的寬裤 那首先呢 就是我覺得因為 呃...我其實這一個影片就是不是鼓勵大家 一直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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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去買一些... 就是你不必要...也不是不必要 就是應該是我一直去採購一些當季流行的單品 我會比較鼓勵大家用衣櫃現有的東西來做變化 所以就你們可能會看到有些單品其實在很多影片都有出現 因為這就是正常人的衣櫃啊 到底誰會每天一直一直在買新的東西呢 對不對 對...ok...好... 然後...所以就是... 我希望就是有一點就是時尚的一些... 就是元素仔 所以我搭配的是一個就是裸色的一個龍蝶鞋這樣子 那裸色跟我這個紅色也算是同一個色系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黑色圓領毛衣的第四...第五個龍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今天黑色圓領毛衣的第六個龍 那首先呢我覺得衣服就是當你要多種搭配的時候你就不要想著一定要穿在身上 就是有時候它可以是綁在腰際啊或者像我這樣披在肩上 那這一套的衣服呢其實我的黑色圓領毛衣就是帶一個小披肩一樣披在身上 那我就是配了一個很普通就比較休閒的一個就是條紋的襯衫 然後一個就是深藍色的枝頭牛仔褲 那下半身的部分呢我不是配運動鞋或休閒鞋 我配了一雙就是尖頭的黑色高跟鞋 那原因呢是因為就是我覺得其實在上衣跟選鞋子的搭配原則 其實我會比較傾向當然你可以休閒衣服配休閒鞋 正設衣服配正式的他們高跟鞋啊或者是一些比較正式的平地鞋 但是我覺得這樣會失去一些趣味 而且會就是有時候我看一些比較就是所謂時尚的穿搭 就是他會有一些mix and match 就是可能是一個看起來比較正式的 outfit 但是他配了一雙運動鞋 或是看起來一個可能比較休閒的一個裝扮 讓他配了一雙可能蠻正式的一個高跟鞋 或是就讓他成為一個亮點 那我覺得這一個部分是大家下次再搭配衣服上 是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的 那所以我今天這套就是因為上半身是屬於真的比較休閒 當然如果天氣冷也是可以把你這個黑色毛衣穿在身上 就是把襯衫的可能一些袖口啊 或者是襯衫拉出來把襯衫尾端這邊就是一圓的部分露出來 這樣做一個pop out color也可以這樣子 對那這就是我今天黑色圓領毛衣的第六套搭配 接下來就是我今天黑色圓領毛衣的第七套搭配 那我覺得黑色毛衣的好處就是他可以搭配任何不同種的顏色的東西 那像我今天幫他上面搭配的是一個黑色 就是很多顏色的領巾這樣子 那我覺得領巾其實有個好處是因為黑色圓領毛衣 其實他領巾就是非常的單調簡單加紫版 所以如果你在領巾上面就是不管是你搭外套的一些就是剪裁上 或者是你在可能一些飾品上面有辦法做一些搭配 或是像我剛剛做一個那個就是內搭的一個襯衫的搭配的話 其實會看起來非常的無聊 而且因為我的肩膀就是很寬 所以會反而就是讓你的肩膀更寬 因為他領口就給在那你知道嗎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我覺得其實像類似這樣的衣服 不管可能你有一些黑色圓領的T恤啊 或什麼一些比較簡單的衣服 其實我覺得領巾就是這種小領巾是一種就是非常好的搭配 當然看你怎麼想啦 因為男生可能不懂他就會覺得像是就是空中小姐 或白貨公司的電梯小姐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其實就是 是一個嘗試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因為為了避免真的看起來太像電梯小姐 所以我下半身搭配了一個簡單的牛仔裙 讓這整套的造型有比較休閒的感覺 那一樣因為要想要創造 創造休閒的感覺 所以我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了一個小白鞋 就是一個白色簡單的運動鞋這樣子 好的 這就是我今天的黑色圓領毛尼的第七套搭配 那我覺得今天這一部影片的所有的造型 其實都是我平常可能會上班會搭配 或者是六日出遊會搭配 我覺得是還蠻實用的 就是他沒有一些太造型感太強的搭配 但是我覺得不會就是可以讓你一些這個無聊的黑色圓領毛衣 變得稍微活過來一點 所以希望你會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你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